今天有人结婚 然后他们就围到这里在这跳舞 中间好像是在烤全羊吧 这旁边这些跳舞的应该都是他们的亲戚 黑灯下火 好了 吃烧烤 头发两天没洗了 有点油了 这个就是今天晚上的烧烤 先拿一口茄子 咋回这儿一下就流口水了 看一下这个 温度很大一个蒜 有点咸 不过刚好 配啤酒 先把肥肠吃了 这个冷的就不好吃了 肥肠里面穿的是大葱 这里面有大葱 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没见过 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好像就是年糕 好 打粉丝 在那个 拿一大口 鸡翅 鸡中饰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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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豆腐 这现在总人口36000人 藏族50% 枪族30% 汉族10几 汉族8%0.4 但还有一些其他民族 相对于来说 街上的人要少一些 毕竟现成的人口不多 耳皮还脆 现在这个季节来这里还可以 城里面的这些树全部都开花 山上又有雪 土豆 土豆烤的还比较软 然后 我感觉我都是半个李先生了 刚来的第一天 是不是要开荡怎么走怎么走 现在就是直接走 随便怎么转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到处去住完去 每天吃完饭就会去走一走 山下步 我们现在的步伐确实是卖 但是这个还算行吧 其实我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我到了某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非常好 我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 比如说去租了个房子 但是这个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但是呢 你这个在拍视频对吧 还是要妥协一点 就是稍微快一点 一直在那停留了就不好 小方鱼 哎我感觉小方鱼好吃 每次看到这个我就想吃一个 吃的确实好吃 其实这样不对的 我也知道这样不对的 应该观众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就拍什么 但是我很多时候拍视频 是因为我喜欢怎么样 然后就拍这样 我打前天还在317 国道旁边还有椅子 我在这儿住 一个人在这儿住了两个小时 坐在那里看奶奶宝的车 看路过的人 看对面商铺的那些人 现在回家起来感觉 哇好傻 好没意识 但是当时坐在那儿是感觉还挺好 就是看了别人怎么怎么样 当时还有马路对面商铺的人看我 看了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 一个人坐在那儿 还晒到大太阳 还吹着大风 但是当时的感觉确实太别好 对 来来一个陌生地方坐那儿 看到当地人怎么怎么样 确实比较好 我觉得这种状态应该不是 我一个人在想法 应该有很多人在想法 只是说 还是能面对现实 哇 这个茄菜吃不吃了这么咸 算了 先吃蔬菜 这蔬菜好像是炸出来的 好像是 没看到烤 好像炸出来的 好的油 金针菇 我不太喜欢吃油炸的 因为油炸了好多油 而且它没有那种焦香感 这个苹果 我说一下这个先生他们在那儿停车 不收钱 我这儿停了有五个地方 是发了那个停车位的地方 都没有来收费的 嗯 油麦菜 油麦菜 好多油 我这个人 还有一串金针菇 半串油麦菜 这杯酒喝了睡觉了 今天这个烧烤 嗯 57块钱 吃着味道还行吧 它这个素菜油炸的 太多油 茄子稍微有点咸 收拾收拾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收拾完睡觉 磕出来了